第371章 老祖救命 妙语外 巨石阵法上 在四宗原音修士的等待中 一道道传颂之光瞬间降临 随着光芒的闪耀露出了一个个三宗的弟子 这些弟子毫无例外 每一个的身上或是脸上都带着黑色的乌龟印记 在出现的刹那 三宗的原音修士全部睁大了眼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目中有些茫然 韩宗三人也愣住 他们内心突然升起一丝不祥 你们 三宗的原音真人刚一开口 在这巨石阵法上的一块岩石处 此刻又一道传颂之光出现 白小春的身影刚一露出 他就瞬间速度爆发 轰的一声直接逃出 速度之快 刹那间就回到了韩宗三人的面前 口中还在七里地尖叫 杀人了 杀人了 老祖救命 他们要杀我 我差点小命就没了 他话语一出 巨石阵法上的三宗弟子 一个个再次抓狂 轰的一声 竟顾不得长辈在前 向着白小春杀了过去 白小春 我杀了你 轰轰之声回荡 这近百个归来的三宗修士 此刻的同时出手 让此地原因修士都大吃一惊 韩宗三人面色顿时阴冷 到了这里 当着他们的面 居然还要来杀白小春 那么可以想象 在传承之地内 白小春一定经历了凶险 哼 赤魂冷哼一声 上前一步 向着地面狠狠一踏 顿时一股风暴轰然爆发 横扫四周 将那些冲杀而来的三宗修士 全部卷开 白小春是我逆河宗少祖 谁敢杀他 赤魂眼睛一瞪 气势滔天 那三宗的修士 就算再添交 也只不过是杰丹而已 与赤魂无法比较 此刻被他气息镇压 纷纷内心一颤 白小春在赤魂三人身后 看到这一幕顿时感动 他觉得自己在传承之地内 经历的生死 在这一刻 值了 道河院 集河院 新河院 你们要给我逆河宗一个交代 韩宗眼中闪动惊芒 面色阴沉 看向三宗的原因修士 至于疯神子 直接一步走出 到了白小春身边后 右手抬起 按在白小春的肩膀上 立刻用自身的修为 去查看白小春的受伤情况 他的面色 先是古怪了一下 看了白小春一眼 目中带着外人不明的深意 白小春一看这个眼神 立刻就明白了 于是面色瞬间苍白 惨叫一声 直接咬破舌尖 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们 太狠了 要杀我 白小春仿佛气弱犹斯 捂着胸口 指着三宗修士 三宗修士一看这一幕 原本压抑住的怒火 忍不住再次生气 他们分明记得在传承之地 白小春皮操肉后不说 速度之快 如一只长了六条腿的兔子 即便是被他们碰了几下 也都很快就有活蹦乱跳 此刻 居然说受伤就受伤 白小春 三宗内立刻有人怒吼 可这些人话语刚一出口 立刻到和院的那位白发老者 面色阴沉地吼了一声 都闭嘴 他声音如同天雷 轰的一下 压制了全场 使得所有弟子都内心一颤 立刻低头 顿时安静下来 此时我到和院 一个月内 会给逆和宗一个交代 三位道友 之前咱们商量的事情 还望你们回去后 尽快商讨一个回复 白发老者勉强挤出笑容 开口后余光深深地扫了一眼白小春 袖子一甩 带着道和院的众人 离去 至于道和院弟子身上 或是脸上的小乌龟印记 他没有去在意 随着道和院的离去 集合院的原因修士 也抱全寒暄几句 承诺会有交代后 也离去了 最终是新和院 赤发老者面色的难看程度 难以形容 他恨恨地瞪了一眼新和院的弟子 转身正要走时 封绳子忽然开口 道友 新允石 一个月内你要送来 区区幸运时 老夫还不至于反悔 赤发老者头也不回 冷哼一声 带着弟子离去 很快的 此地安静下来 韩宗三人回头 一个个都带着不可思议 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捂着胸口 面色苍白 可怜兮兮地望着三位老祖 老祖 你们不知道 我在里面可惨了 只差一点 我就再见不到你们了 逆和宗的少祖 就要换人了 韩宗三人哭笑不得 赤魂在一旁 忽然开口 你是怎么做到的 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看见我就要来杀我 我也纳闷 白小春正说到这里 韩宗刚可以上 我们问的是印记 印记啊 不是我吹嘘 我一进去 那些印记看到我 就如同 是看到了天命之主 纷纷爆发 全部冲着我来了 我撵都撵不走啊 头痛 白小春一脸卖弄 拍着胸口 很是得意地说道 说着说着 发现三位老祖都沉默不语 白小春有些搞不清状况 小心翼翼地问了句 那个 我立功了吧 所有印记 我都拿走了 在我脑海里 还留下了一个 叫做什么人删绝的玩意 韩宗三人相互看了看 彼此都大笑起来 他们也不在意 白小春如何获得的印记了 无论怎样 白小春都是逆河宗的少祖 都是逆河宗的人 何止立功 你是立下了大功 风神子哈哈一笑 他话语一出 白小春立刻放心了 也笑了起来 内心更为得意 走 我们回宗 韩宗心底激动 此刻深吸口气 看向白小春时 越发地赞赏 大笑中带着白小春 众人飞出 直奔天空通天赞周 刹那远去 回逆河宗 在回逆河宗的路上 白小春才知道 自己立下的功劳之大 几乎无法形容 石城的资源 这代表的是其他三宗 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拿出上一次分配时 收获的所有资源 送给逆河宗 而且 此事也无法反悔 有星空到集中的规则在 且是他们 三宗发起 除此之外 逆河宗 还收获了一枚新陨石 这一切 都使得逆河宗的整体实力 骤然攀升 甚至进可攻 退可守 以资源为条件 与盗河院与集合院之间 会有很多的来往 即便是返回一部分资源回去 也能换来对逆河宗而言 更好的条件 而摆在逆河宗面前 最重要的 出现天然老祖之事 也因这一次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加大几率 缩短时间 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信息 将让逆河宗赤魂三人 晋升天人 指日可待 此事的重要程度 如同奠定了地基 使得逆河宗 在中游修真界 首次的 具备了一定的话语权 至于与其他三宗 如何沟通 彼此如何计算 这些事情 白小纯不擅长 也就没有去理会 交给老奸俱华的 韩宗三人 才是最稳妥的 其他的事情 你不用理会 眼下你最重要的 就是去感悟 你获得的人山诀 那可是星空道 集宗内 三百密传之一 这人山诀 你一旦修成 将使你战力 达到一个 更惊人的程度 韩宗再三叮嘱后 白小纯赶紧回到 战舟房间内 闭关打坐 将脑海里 获得的人山诀修行之法 不断地明误后 他发现 难度更是巨大 而且需要在特定的地方 才可尝试修炼 这样的地方 在神通信息内有描述 指出在星空道集宗内 有一处海江之崖 那里 才是修行此宫的首选之地 白小纯有些郁闷 可却没办法 只能放在心底 很快地 当他走出战舟时 摇摇地 看到了逆河宗的山门 血祖之身 屹立大地 空荣斜术散出惊人气息 似条如巨龙般的山脉 交错而过 汇聚出了 逆河宗 第372章 他们在喊我 这次白小纯出去的时间不久 可整个逆河宗内都知道 白小纯是为了什么而去 都在沉默中等待结果 尽管这个结果 他们心底都有了准备 可还是忍不住去幻想 能出现奇迹 眼下 随着白小纯与三位老祖的归来 随着逆河宗 占据了石城资源 碾压其他三宗的事情传开 随着白小纯一个人 竟让三宗数十人疯狂之事 也从三位老祖那里 提前告诉了宗门内 当白小纯归来时 整个宗门爆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举踪而动 汗震苍穹 白师兄威武 少祖全打星河 脚踢集合 天下无敌 那一声声欢呼 使得刚刚走出通天州的白小纯 吓了一跳 但很快的 他整个人就激动起来 他们在喊我 白小纯振奋地拉着 韩宗的袖子 呼吸急促 韩宗干咳一声 没有支声 把袖子撤了回来 与风神子以及赤魂一起 三人迈步走出 直奔逆河山 白小纯也快速飞出通天州 看着整个宗门欢呼的弟子 他激动不已 琢磨着自己这个时候 万万不能冷傲 一定要和蔼可亲 要与众同乐才对 于是干咳一声 直奔弟子最多的地方 呼啸而去 数日后 在白小纯的炫耀下 有关他在传承之地 各个版本的说法 传遍了整个逆河宗 这些版本里 任何一个 他都把自己描述成英雄气概 威武不凡 如何一个人 打倒了一群人 而白小纯这里 完全感受到了 宗门弟子对自己的崇拜 甚至他有一次 只不过对一个女弟子 微微一笑 那女弟子 居然激动地晕了过去 那一刻 白小纯觉得这整个天空 都是笑脸 就连太阳 似乎也都在得意地笑 铁弹这里 一样也受到了强烈的欢呼 他早就飞了出去 寻找他的那些雌兽 每天都能看到 他耀武扬威地飞来飞去 直至过去了半个月 此事才算消停下来 白小纯也收了心 想起在传承之地的一幕 他对于自己的修为 更为在意 我还要更强一些 才是 白小纯身以为然 开始了闭关 修行寒门仰念诀的同时 也在修炼不死经 寒门仰念诀 很是深奥 白小纯之前的修行 大多数都是在摸索 甚至他也问过寒宗 这才有了头绪 以法宁寒 以寒仰念 白小纯在洞府内 喃喃低语时 闭上了眼 按照口诀 却将体内融合进来的 一滴通天河水 将其化作冰寒之力 渐渐地 他的身体四周 开始出现了寒气 这寒气不断地散开 使得洞府墙壁出现了霜 与此同时 就连白小纯的身体 也都冰寒起来 又过去了数日 白小纯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深邃 隐隐地 他觉得自己 似乎把握住了 寒门仰念的精髓 先宁寒 再仰念 寒 白小纯沉吟中 右手缓缓抬起 凝望手指时 他的手指上 慢慢出现了一层白霜 寒气还是不够 按照寒门仰念觉的划分 寒气分为四层 分别是下寒 中寒 上寒 以及至寒 下寒者 可凝聚寒气之影 形成冰寒之法 而中寒者 可让方圆千丈 刹那冰封 至于上寒 万丈范围内 一片寒地的同时 可形成寒境 折射分身降临 而至寒 可冰封一定范围内的 通天河 白小纯目中 露出奇异之盲 想起自己若有一天 可以冰封通天河 哪怕只是一部分区域 可这威力之大 必定骇然众人 我现在的程度 连下寒都不算 白小纯深吸口气 知道此事急不得 需自己慢慢融化通天水 积累寒气 这寒气 积累在自己的天道金丹内 当金丹中的九层领海 完全成为寒气的世界后 就代表着自己 达到了金丹境的巅峰 不知何年何月 白小纯摇了摇头 也没有急切 她琢磨着自己的寿缘 有一千多年 不着急 于是又开始修行不死精 这次修炼的 是左脚的第二指 修炼之鱼 白小纯也在思索 逆河丹的炼制 她此刻 对于炼制逆河丹的过程 在脑海里已极为熟悉 只是关于生机的问题 始终无法解决 哪怕她曾经吸收了 真灵女鹰的一丝气血 也还是没有多少把握 尝试过多次 没有一次成功 其重点 就是从通天河水内 凝聚出生机的这一步 总是失败 应该是我修为的缘故了 难以做到从通天河内 凝联无穷生机 白小纯摇头 她思索许久 只能将炼制的方法 退而求其次 重新回到了外用生机上 想到这里 她目光微微一扫除无带 神色不露丝毫 在去传承之地前 白小纯就有过 外用生机炼制逆河丹的想法 这里面归根结底 是需要磅礴的生机 而生机的来源 白小纯早就有了目标 那就是小乌龟 以其不死不灭的特性 生机根本就不在话下 只不过难就难在 小乌龟不会乖乖听话 为此 白小纯之前就开始偷偷炼制灵药 她要炼制一炉 可以将小乌龟迷晕的大药出来 只不过此事说来简单 可实际上去做 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且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骗得小乌龟吞下丹药 若是成功也就罢了 一旦失败 必定被其察觉 到了那个时候 白小纯可以想象 以小乌龟的性格 一定会报复 头痛啊 白小纯长叹一声 琢磨了许久 咬了咬牙 开始继续自己之前的炼制 不管如何 这迷药 她也一定要炼出 好在如今宗门内 随着这一次白小纯的收获 其他三宗会送来资源 里面大多数都是失传的灵药 白小纯琢磨着 自己应该去搜刮一番才对 在白小纯这里修行与炼药的同时 中游修真界内 哪怕三宗试图封锁 关于传承之地的信息 可此事太大 根本就无法封得住 很快的 整个中游修真界都知道了此事 纷纷震撼 奇奇动容 尤其是知道 逆河宗这一次 只有一个少祖白小纯 作为参与者 与其他三宗数十个结单添交争夺 可却碾压所有人 获得了全部印记 更是感悟出了人山绝之事后 中游修真界彻底轰动 有关白小纯的过往 也被人找了出来 几乎从他出生开始 直至如今 所有事情都被人调查得清清楚楚 十几岁上山 败入灵溪宗 落尘山脉 誓死保卫同门 南北两岸第一 炼妖怪才 而后潜入血溪宗 成为血子 成为血祖 更是在两宗大战时 凭一己之力 让两宗融合 吞悬溪 丹溪 成就逆河宗少祖 这种种事情 任何一个都让人震惊 可眼下 却全部发生在了白小纯身上 一时之间 白小纯的名字 在整个中游修真界 声名赫赫 不过这些被调查出来的 是逆河宗刻意而为 真正的不愿让外人知晓的事情 早在之前 就被逆河宗隐藏起来 与此同时 还有一件事情 也让中游修真界无数人吸气 那就是 三宗所有参与了传承之地争夺的 结丹天骄 他们的身上或是脸上 都存在了黑色的乌龟印记 这印记为妙为孝 到了夜晚 还会自己发光 任何衣服与防护 都无法阻挡着光芒 看得清清楚楚 此事之所以轰动 是三宗各自用了所有手段 竟无法抹掉丝毫 甚至原因修士出手 也都束手无策 最终甚至都引起了 天然老祖的关注 只是 哪怕三宗的天然老祖 居然也都在这印记面前 没有任何办法时 此事的轰动 顿时传遍整个修真界 而那些结丹修士 他们每一个都欲哭无泪 对白小纯的恨滔天的同时 也都纷纷选择了闭关 不敢外出 毕竟顶着乌龟出去 此事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与此同时 白小纯乌龟印记的可怕 也随着此事 让无数人内心泥颤 升起了绝对 不要招惹白小纯的念头 第373章 三稀逆河丹 在这整个修真界 都在谈论白小纯的时候 道合院 集合院 以及新合院 也都陆续地来到了逆河宗 与逆河宗一番交涉后 除了新合院那里 逆河宗没有丝毫妥协外 道合院与集合院 总算松了口气 虽然被逆河宗索要了很多 且彼此还有了一些约定 可只要不是把之前的资源 拿出来太多 总算是彼此有了退步 也因此 使得道合院与集合院 与逆河宗之间 有了了解的同时 彼此也缓和了关系 毕竟原本就没有仇恨 只不过是对外来者的 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已 经历了这件事 这排斥 也都少了很多 唯独新合院 逆河宗这里 没有丝毫缓解 逆河宗必须要显露出态度 要让所有人看到 否则的话 若放过了新合院 如重新分配资源的事情 必定还会继续发生 而这一次 逆河宗占据了大势 有星空道集中的规则在 新合院只能忍下 不但拿出了全部的资源 更是送出了新陨石 只是 两宗的关系 也在这一刻 成为了仇敌 而此事 道合院与集合院 很乐意看到 彼此都是老奸俱华 也都明白 这是逆河宗在秀自己实力 告诉所有人 逆河宗能从下游战上来 不惧怕任何战争的同时 也在安抚道合院与集合院 让他们看到他们 喜欢看的格局 这里的一切 有太多的计算 太多的考虑 这些事情 白小纯没有去关注 他在宗门受到了资源的第一时间 就立刻去寻找药草 对于白小纯这里 整个逆河宗 都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很快的 白小纯就在那海量的灵草中 找到了几株他 曾经在玉检上看到过的 属于失传的仙草 按照一定的搭配 可以调配出让人昏迷的药力 拿着这些药草 白小纯开始闭关炼药 他在炼药的过程中 强行改变自己的习惯 让自己口中说的 与心里想的 完全不同 这是为了麻痹小乌龟 这场炼药 在持续了一个月后 终于在这一天 一声轰鸣 从白小纯的洞府内传出 白小纯激动地 看着单炉内的 两枚指甲盖大小的白色灵药 心底振奋无比 这两枚灵药 看不出品阶 可仅仅是靠近深吸一口 就会全身汗毛孔舒张开来 如同大补 会认为这是罕见的大药 这是因为白小纯在炼制时 将一种珍贵的药草 完全放在了灵药的外层 做出了一种演示 而从色泽上看 更是圆润无比 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 这自然也是白小纯 耗费了不少灵草 这才调配出的颜色 至于单药内部 则是藏着白小纯 费尽千辛万苦 研制出的 绝世迷药 此刻看着灵药 必须深吸口气 神色保持激动 内心却在思索 如何让小乌龟吞下 正常的方法是不行的 而且还要防止 小乌龟以后的报复 思来想去 白小纯双眼微微一闪 难难低语 这灵药珍贵无比 世间少见 味道必定也是超越天下真修 我自己舍不得吃 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吞下 才不枉我动用了 大量失传的仙草 才炼制出了这两枚 绝世灵药 白小纯呼吸急促 小心地将这两枚灵药拿起 放在了一个小瓶子内 又层层封印住 这才放在储物袋内 想了想后 他似乎不放心 又快速取出 打开看了看后 确定还是两粒石 又放在了怀里 走来走去 似乎还是不放心 一咬牙 再次加大了封印 终于又放在了储物袋内 此后的数日 白小纯一天里 几乎每一炷香 都要拿出这药瓶打开看看 是否少了灵药 一次又一次 直至数日后 他将时间放得缓了一下 变成了一个时辰一次 又过去了几天 白小纯固定在了 每两个时辰取出单瓶 一脸如获至宝的样子 去检查 放心后 又露出满足陶醉的模样 小乌龟啊小乌龟 你但凡有一点好奇心 都会被我的举动所迷惑 到时候 白小纯每一次打开单瓶时 心底都在这么想 终于 在过去了十天后 当这一天赏午 白小纯又打开储物袋时 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忽然身体一震 里面的单药 少了一个 白小纯内心顿时激动 可连忙压制 生怕这是小乌龟的试探 于是摆出诧异与震惊 打开储物袋后 赶紧寻找 可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后 白小纯立刻眉心 第三幕默然开启 用了全力 甚至天道金丹之力 也都全面爆发 在这体内修为的翻腾中 白小纯的第三幕的紫光 璀璨无比 几乎将整个洞府 都映照得通明 在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下 一寸一寸地寻找中 终于 肉眼看不到的 小乌龟 储物袋 之所以可以储物 是因在其内 单独开辟出了一小块空间 在这空间内 还存在了一些 肉眼看不到的缝隙 之前白小纯也找过这些缝隙 可却一无所获 但眼下 在这搜寻中 他终于在边缘位置的缝隙内 找到了小乌龟 小乌龟已经昏迷 正在那里头颅拉松 四肢与尾巴都伸了出来 一动不动 白小纯黑黑一笑 他明白 自己这一次 之所以可以找到对方 就是因为小乌龟昏迷了 否则的话 以对方的脚霞 自己通天法眼下 也休想找出蛛丝马迹 小心翼翼地将小乌龟 从储物袋内取出后 再离开储物袋的刹那 这小乌龟顿时喷的一声 恢复到了正常大小 被白小纯一把抓住后 用力地一摇 顿时小乌龟的四肢与头颅 还有尾巴 拍打在了龟壳上 发出啪啪的声音 白小纯顿时激动 仰天大笑 他用力地再次摇晃起来 似要将以前 被这小乌龟坑的所有事情 在这一刻全部报复 让你骂我 让你引来鳄鱼 让你挑衅蛤蟆 让你害我被追杀 白小纯怒到 不断地摇晃之下 啪啪之声 在这洞府内不断地传出 越来越多的同时 小乌龟的身上 渐渐地又散出了 让白小纯久违的香气 这香气一出 白小纯更激动了 回忆起了过去 他感慨之余 担心小乌龟醒来 于是立刻取出丹炉 将小乌龟扔了进去后 又灌入了大量的通天河水 定气凝神 开始炼制逆河丹 时间紧迫 不知道小乌龟 什么时候会苏醒 还要担心日后 小乌龟的报复 这一次白小纯的炼药速度 前所未有 且最主要的是 逆河丹的炼制之法 在他的脑海里 已模仿了数百上千次 此刻动作熟练 随着丹炉燃烧 白小纯双手掐绝 立刻炼药 三天后 整个丹炉赤红一片 在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中 丹炉直接爆开 小乌龟的身体掉了下来的同时 一枚近乎透明的丹药 急速飞出 似具备灵质 要逃出此地 更是在这丹药出现的刹那 整个逆河宗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所有园音修饰都神色大变 甚至仓穹中云层翻滚之下 竟眨眼间出现了劫雷 一道闪电 轰鸣而出 直奔白小纯洞府而来 具想之下 整个洞府直接爆开 白小纯倒吸口气 一把将小乌龟收入除袋后 通天法眼睁开 寻找那枚逃走的透明丹药 急速追去 此刻 逆河宗的原音修士 包括韩宗等人 也都快速飞出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引起雷洁之事 不是小事 老左 布置阵法 我练出了逆河丹 他活了 要逃走 白小纯交集 连忙大吼 韩宗一听此话 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双眼睁大 露出精芒 大吼一声 修为散开 压制四方 甚至老猴都出现了 速度之快 超越白小纯 直奔那透明的丹药而去 终于 在其他几个老祖的配合下 那枚要逃走的丹药 被老猴一把抓住 而引来的雷洁 也被逆河宗几个原音修士化解 这是 三西 老猴激动 拿着丹药放在笛前纹了一下 也罢 哪怕是三西 也是有用的 老猴深吸口气 看了白小纯一眼后 露出赞赏与感激 身体一晃 拿着丹药急速而去 白小纯有些郁闷 觉得这是自己炼制的丹药 就这样被拿走了 怎么的 也要让自己看一眼啊 正要找韩宗老祖 要一些说法时 忽然的 一股惊人的威压 竟从苍穹上 在雷劫之后 轰轰而来 撼动大地 让整个逆河宗所有修士 全部心底猛地颤抖 仿佛天威降临 与此同时 一个略带诧异的声音 也在这天威的扩散中 回荡四方 有意思 本作这一次来你逆河宗 居然就遇到了丹药雷剑 第374章 至子 随着声音的降临 一个穿着红色长袍的童子 从天空上显露身影 一步步走来 随着他的走来 天威之感更为强烈 就连通天河水 在这一刻 似乎也都掀起了波纹 而逆河宗的四条山脉 如被压制 所有草木都低下了身子 草木都如此 更不用说修士了 韩宗等人 面色陡然变化 呼吸为之一宁 看向那童子时 露出强烈的忌惮 而那颗空荣邪树 此刻也是微微一颤 天人 韩宗内心震动 欲赤魂以及风神子 三人对望一眼 他们听说过这个童子 整个动脉庞大的修真界内 以童子之身外出的天人镜 只有一人 此人就是星空到极宗 五大天人镜之一的李元天 拜见李前辈 韩宗三人深吸口气 齐齐拜见 其他原因修士 此刻都心神震动 连忙恭敬拜见 白小春在一旁 此刻也是紧张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天人 尤其是之前感受到了那股天威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压制的感觉 让他心跳急速 忍不住偷看了几眼 觉得这童子还没自己高 居然这么厉害 童子似笑非笑地扫了扫白小春 没有说话 而是袖子一挥 韩宗 你三人带路 去你们的大殿 本作有要是告知 韩宗三人神色肃然 立刻乘势 恭敬地带路 带着童子快速飞向逆河山的大殿 直至四人离去 其他原因也都神色肃然 赶紧在后面跟随 整个逆河宗 在这一刻都安静无比 不少人更是心中忐忑 不知这一次星空到集中的天人降临 所谓何事 白小春更加紧张起来 他觉得那童子在看向自己时 目光与神情不大对劲 此刻回到了洞府 他无心去整理被雷劈开的废墟 不时看向山顶大殿 忽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打开储物袋 发现小乌龟还在沉睡后 这才放心 小心地将其重新放在了之前发现他的地方 这样的话 他醒了后 就算察觉不对劲 我也可以推脱不知道 白小春嘟囔一句 觉得满意时 想起了那位童子的降临 不由得再次紧张 遥望着大殿 而此刻 在逆河山的大殿内 童子李元天坐在上手 韩宗三人在其面前恭敬地站着 至于其他原因修士 都在大殿外等候 宁逆河宗与本座有些缘分 这空和院 之前还是老夫出手 将其屠灭了数成之力 童子淡淡开口 话语一出 韩宗三人内心一震 所以 这一次自然也是老夫出面 告知你们 关于忠游修真界的规矩 我星空到集宗下的忠游修真界 其四大宗门 任何一个宗门 都要每隔一段时间 送去至关重要的一人 作为质子 本座此番到来 就是要带你逆河宗的质子 回星空到集宗内 童子目光扫过韩宗三人 韩宗三人面色猛的变化 纷纷抬头 质子 韩宗一愣 此事他还是首次听说 不过想来这种事情 也是应该存在的 毕竟忠游四大宗门 对于星空到集宗而言 也是较为重要 如同在外的一方诸侯 我等一定用最快的速度 确定质子人选 风神子深吸口气 他明白 天人到来 此事不可能拒绝 也不能拒绝 于是果断开口 不用准备了 老夫已有人选 这质子 就是白小春 童子平静 却不容置疑地开口时 韩宗三人内心咯噔一声 与此同时 童子的神识已然散开 在所有人都没察觉的情况下 将这整个逆河宗 横扫一圈 除了真灵女鹰所在的地方 他不愿招惹外 其余之地 竟在眼中 显然 先前老侯的出现 其并没有觉察到 咦 这女娃体质竟如此特殊 此女 也是质子 你们可以通知下去了 另外作为质子 可以协同不超过五位的 你宗门其他同辈弟子 作为护道者 一同去我星空到 几宗内修行 童子目中露出奇异之盲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幅画面 画面内 一个女子正盘膝打坐 这女子 正是公孙娃 韩宗三人内心叫苦 他们不在意公孙娃 哪怕公孙娃 有他们没发现的体质与资质 可这些他们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白小纯 前辈 风神子迟疑了一下 嗯 你们要拒绝 没等风神子说完 童子冷冷地看了风神子一眼 这一眼 顿时让风神子全身内外 瞬间冰寒 鸡不能言 前辈有所不知 那白小纯虽是我宗少祖 可实际上性格顽劣 绝非质子的理想人选 晚辈担心他在贵宗 会给我们招惹一些麻烦 韩宗连忙在旁开口解释 没错 前辈 这白小纯不但顽劣 更是喜欢炼药 偏偏他每次炼药 都会出现大问题 甚至出现过瘟疫 祸害四方 让宗门鸡犬不宁 一旦去了星空到集宗 怕是会引起祸端 赤魂也知道 白小纯对逆河宗的重要性 在旁随之解释 童子听闻韩宗与赤魂的话语 微微一笑 你们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堂堂星空到集宗 容纳动脉全境 为通天海守护动脉领域 难道还容不下一个结单修士 他性格在顽劣 再能闯祸 难道还能将我星空到集宗 奔落不成 他不是喜欢炼药吗 我星空到集宗内 有最好的丹炉 有最好的灵药 有最好的炼药之地 一切炼药的问题都可解决 你们大可放心 白小纯是质子 可在星空到集宗内 他一样 也是我星空到集宗的弟子了 此事就这么定了 你们不必智慧 出去吧 此地老夫借用三天 三天后 带人来此 我带他们回宗 童子不容分说 一挥手 一股柔和之力散开 推动韩宗三人 直接出了大殿后 大殿的门 砰的一声关闭 大殿外 韩宗三人面色明暗不定 相互看了看后 都看出了彼此的无奈 只能如此了 时间紧迫 那女娃好说 白小纯那里 韩兄 你去说吧 我等也回去交代一些 找些与白小纯同辈的弟子 作为他的护道者 疯神子长叹一声 白小纯的离去 他心底最是紧张 毕竟白小纯是血族 一旦走开 若有什么闪失 血吸一脉损失太大 不是可以带护道者吗 虽只能带同辈 可也是一个帮手 只要白小纯点名的 不容拒绝 全部都去 老夫也回去交代一下 赤魂咬牙开口 韩宗深吸口气 叹息一声 皱着眉头 走向白小纯的洞府之地 看到了在那里 有些忐忑不安的白小纯 直接说出了情况 智子 去星空道集宗 白小纯瞪大了眼 呆呆地看着韩宗 此刻脑海里 都是智子这两个字 甚至 他都想起了 以前看过的有些典籍里 关于智子的各种凄惨 尤其是一想到 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去了一个陌生的宗门 他就觉得 没有安全感 在逆河宗多好啊 这里他的身份无比尊高 那么多的女弟子喜欢他 他走在任何地方 都有人拜见 可一想到去了星空道集宗 他就觉得 眼前一片漆黑 白小纯忽然惨叫一声 屈膝一把抱住韩宗的大腿 老祖 我不想去 我舍不得你们 这里是我的家 我不想走啊 我刚刚为宗门立下汗马功劳 我是少祖 我这些年 宗门有难 我都出现了 落成山脉我救人 云渐深渊我扬鸣 血系宗内我潜伏 逆河宗成我功劳最大 老祖 我不想走 白小纯愁眉苦脸 安好起来 我舍不得你 舍不得同门 让别人去吧 我觉得上官天佑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他不当质子天地不容啊 还有宋缺也行 星空道集宗缺啥咱就送啥啊 还有北寒烈 还有九岛 都是不错的 实在不行 把陈曼瑶送走 也算打入星空道集宗内部是吧 寒宗头痛 长叹一声 苦涩地看着白小纯 轻声开口 小纯 若有选择 我绝不会让你走 他如此话语 让白小纯身体一震 抬起头 哭丧着脸 望着寒宗 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不过你可以带几个人 作为你的护道者一起去 而且也不是很久 终归还是会回来的 这里是你的家 寒宗摸了摸白小纯的头 目中带着不舍 温和说道 第375章 白小纯的护道者 白小纯哭丧着脸 整个人如同心 已经枯萎 拉耸着头 再次看了眼寒宗 直至确定 寒宗没有和自己开玩笑后 白小纯悲叹一声 苍天啊 你为何让我如此优秀 就连星空到极宗 居然都非我不可 一旁的韩宗 原本心中也有伤感 可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后 韩宗干咳一声 忽然觉得 让白小纯去星空到极宗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连忙开口 好了 你准备一下 三天后上路 这枚令牌你拿好 老夫给你全力 可以选择数人 作为你的护道者 说完 韩宗扔给白小纯一枚令牌 转身就要离去 可脚步刚刚抬起 又提醒道 不要超过五个 若是多了 星空到极宗不会允许 白小纯无奈 眼睁睁地看着韩宗离去 他站在废墟旁 望着废墟发呆 纠结了一夜 直至第二天清晨 他又长叹一声 罢了罢了 既然星空到极宗 这么渴望我的到来 我也只能去一趟了 白小纯郁闷 又想起 自己可以选择护道者 于是在那里 冥思苦想 铁弹还是别让他跟着了 星空到极宗陌生 很危险 至于护道者 我想想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最需要的就是消息 白小纯喃喃低语 脑海里开始琢磨这样的人选 此人不但要机灵 更是擅长打探各种事情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星空到极宗所有事情 哪怕传闻 也都打探得清清楚楚 这需要有很强的天赋才可以 徐宝才 白小纯一拍大腿 双眼露出明亮的光芒 这样的人选 他脑海里首先想到的 就是徐宝才了 这徐宝才当初在灵溪宗时 就擅长打探消息 甚至灵溪宗的几大美女 都是他排列出来的 甚至白小纯 还记得 徐宝才有一个小本 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会第一时间拿出小本 快速记录 宁可用手写 也不用预检去烙印 可以想象 这一定需要特别的执着 才可以如此 这个人选 非徐宝才莫属 白小纯黑黑一笑 又想到如今的逆河宗内 徐宝才如鱼得水 对于各种传闻 不管真的假的 都了如指掌 甚至自己若是想知道什么事情 也需要去问他答案 于是更为笃定了 身体一晃 直奔山下灵溪山脉而去 很快临近 到了徐宝才的洞府外 二人刚一见面 徐宝才顿时悲呼一声 白师说 我舍不得你啊 我听说了 你将以质子的身份 去星空到极宗 你这一走 我们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白师叔 保重 徐宝才一脸不舍 望着白小纯 甚至双眼都晶莹起来 你消息这么灵通 白小纯诧一道 他才刚刚听到此事 没想到徐宝才居然也知道了 那是 整个逆河宗 就没有我徐宝才不知道的事情 任何地方 只要我徐宝才想知道其秘密 都有无数的方法去探听出来 徐宝才立刻傲然 这是他最骄傲的地方 容不得被人质疑半点 不过 白师叔你放心 你的事迹 我徐宝才一定帮你发扬光大 让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都知道你的存在 徐宝才真诚说道 心底则是在得意 前段日子 宗门所有女弟子 都对白小纯有爱慕之意的事情 让他郁闷了好久 他觉得有白小纯在 自己这一生都很难选的道理了 尤其是他很喜欢的几个女弟子 居然也轻悟白小纯后 徐宝才更郁闷了 如今一听说 白小纯要去星空到集中 徐宝才心底顿时兴奋起来 白小纯听闻徐宝才的话语 立刻感动 上前用力地拍了下徐宝才的肩膀 脸上一样露出真诚与不舍 好兄弟 我原本还在犹豫 毕竟去星空到集中 那里很陌生 我自己一个人受了也就罢了 不想连累兄弟们 可你这么一说 我懂了 啊 徐宝才明显得到的消息不全面 此刻被白小纯这么一说 立刻愣了 隐隐有些觉得不对劲 正要开口时被白小纯打断 我需要一个 帮我打探消息的护道者 就是你了 徐宝才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 睁大了眼 完全明悟过来 神色大变 连忙推却 白师说 我修为低微 我需要的是你的打探消息 不需要修为 白小纯一挥手 毫不在意 我 我笨手笨脚 没关系 任何地方 只要你徐宝才想知道其秘密 都有无数的方法去探听出来 这一点就足够了 另外 你还有血性 我还记得当年的血书 你不用推辞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你心里是同意的 就这么定了 白小纯哈哈一笑 眼看徐宝才面色苍白 似还要拒绝 于是一把拿出韩宗给的预见 在徐宝才面前一晃 老祖令牌 徐宝才倒吸口气 整个人如五雷轰顶 彻底猛了 半晌后真的要哭了 可明白自己无法拒绝 站在那里傻眼了许久 后悔的肠子都快清了 别担心 一切有我 来来来 小宝 你对宗门熟悉 你帮我分析一下 看看我们再带着谁 才会更稳妥一些 白小纯干咳一声 搂着徐宝才的肩膀 嘿嘿笑道 徐宝才哭丧着脸 目光呆滞 一想到星空到极中的陌生 他就有些恐惧 可虽不甘 却没有办法 此刻听到白小纯的话语 这明显 是拉其他人入坑的事情 顿时转移了徐宝才的注意力 我们还需要一个算命的 此人要擅长补算之法 更要有足够的修为 这样的话 一切危机 都让他提前算出来 我们的安全 就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人选我有 就是血系一脉的神算子了 徐宝才恨恨地开口 他与神算子之间有些过节 曾经被神算子狠狠地瞪了几眼 甚至还有一个他喜欢的女弟子 居然被神算子抢先得手 可惜他自身修为不够 于是只能记在心里 此刻一听白小纯这拉人入坑的事情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拉神算子进来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算命的 白小纯身以为然 立刻与徐宝才一起 去了玄西一脉 找到了神算子 二人刚一到来 立刻就看到 神算子居然整理完了行装 正站在洞府外背着手 望着苍穹 四早就在这里等待他们 你们来了 神算子淡淡开口 一身风轻云淡 仿佛世外高人 我早就算出 自己会有一劫 这一劫命中注定 要外出多年 就在近日出现 上宗前辈一来 我就隐隐觉得 结冻了 神算子一脸惆怅 抬着下巴 开口之时袖子一甩 目光带着出尘之意 望着白小纯与徐宝才 不管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我都会跟着你们去 因为这是我的结 我的命中注定 徐宝才看着神算子 这么一副样子 倒吸口气 眼前的神算子 衣着飘逸 整个人仿佛先锋倒鼓 说出的话语 更是让人吃惊 你 你居然真的算出来了 白小纯也一脸不可思议 狐疑地看了看神算子后 忽然走了过去 站在神算子的身边 绕了一圈 他的目光 让神算子有些紧张 想起了以往 在白小纯面前的痴别 以及白小纯的可怕 哼哼子 你能不能算出 我接下来要打你哪里 白小纯好奇地问道 我 神算子面色一变 内心都快要骂人了 看了白小纯一眼后 他相信白小纯说道 一定会做到 说打自己 一定会出手 于是赶紧身体松垮下来 从那先锋倒鼓的状态 变成了以往的模样 甚至还多了一丝猥琐 赶紧露出笑容 我和少祖开玩笑呢 实际上是疯神子老祖昨晚来了 让我做好准备 若是你来找我 一定要听从 这不 我一想到能跟着少祖您老人家 兴奋的一夜睡不着 于是就整理了行李 在这里等您到来 神算子 没有任何犹豫 赶紧说出实话 白小纯哈哈一笑 拍在神算子的肩膀上 神色得意 姨父 我比你聪明的神情 让神算子心底哭笑不得 在这逆合宗 除了几个老祖 他最怕的就是白小纯了 此刻担心白小纯就是重提 于是赶紧提议 少祖 就我和徐宝才还不够啊 我们还需要能出去打斗的打哨 第376章 不请自来 一定要特别能打 守护我们安全的打手才可以 这样的打手 本身需要不俗的修为 更重要的是要有很惊人的成长性 神算子严肃说道 徐宝才在旁边不断点头 白小纯也是看向神算子 毕竟这一次 我们不知道在星空道集中多少年 所以这打手的人选 万万不能草率 最好是跟着我们去了后 用不了多久就可结单的 神算子摇晃着头 分析道 你说得太对了 白小纯眼前一亮 哈哈笑道 少祖 我有个提议 你看宋缺 鬼牙 九岛 北韩列这几个人 哪个最适合 神算子眼看白小纯开心 暗中松了口气 这几个人都可以 好难选啊 不过宋缺毕竟是我的侄儿 去星空道集中这么好的事情 哪怕有外人说我 我也要把这个机会给我的侄儿才对 白小纯想了想后 悠悠道 神算子与徐宝才 彼此看了看 都神色古怪 可却不敢多言 连忙称赞白小纯 对于晚辈的爱护有加 就这样 宋缺作为打手的事情 便被定了下来 三人没有一个去找宋缺的 白小纯索性召唤来了 一个血系一脉的弟子 让他去通知一下宋缺 我能带五个人过去 现在才三个 嗯 我还需要一个心腹 白小纯若有所思 很快脑海里 就浮现出了张大胖的身影 大师兄那边 作为我的心腹 是最好的人选了 星空道极宗虽陌生 可毕竟是源头宗门 此事对于大师兄而言 或许也是一场造化 白小纯内心思索后 一挥手 让徐宝才与神算子准备一番 定好三天后离去的时间 白小纯一晃之下 化作长红远去 直至他离开 徐宝才与神算子二人 相互看了看 都苦笑起来 对于未来 此刻都很迷茫 当白小纯来到张大胖的洞府时 张大胖正在练龄 白小纯在外等了一会 张大胖的洞府大门打开 看到白小纯后 张大胖哈哈一笑 拿着一把飞剑 得意地晃了几下 怎么样 三次练龄 白小纯看了那把飞剑一眼 内心微震 觉得张大胖对于练龄 的确是有惊人的天赋 于是赶紧一顿赞赏 听得张大胖心花怒放 说吧 你来我这里什么事 只要是我张大胖能做到的 一定不皱眉头 张大胖得意地开口 白小纯却迟疑了 他虽觉得去星空道极宗 对张大胖而言 或许是一场造化 可毕竟在逆河宗更安全一些 迟疑之后 白小纯简单地将事情描述了一下 将选择全给了张大胖 张大胖一听此事 眼睛刹那就亮了 呼吸急促 一把拉住白小纯的手 去 一定要去 星空道极宗啊 那是源头宗门 我听我师父说过 星空道极宗的练龄 是东脉修针界内 唯一可以达到15次的 而且旗内专门有练龄的传承之法 九胖 你一定要带我去啊 白小纯看到张大胖这个样子 也松了口气 又问了几句 确定了张大胖的决心后 白小纯立刻点头 行 大师兄 三天后 我在逆河山大殿外等你 从张大胖那里离开后 白小纯回到了逆河山 他的洞府废墟处 在那里盘膝坐下后 白小纯琢琢磨着 最后一个护道者的人选 小妹与宋军婉 好头痛 现在只有一个名额了 两个人只能带一个 这可怎么办 带谁都不好 白小纯有些发愁 若是两个都带 先不说名额的问题 白小纯自己这里都不同意 想了半天 白小纯也没有头绪 索性不再去思考 而是闭目打坐 可心却不静 一想到要去陌生的星空到极宗 白小纯总是患得患尸 直至深夜 他睁开眼睛 看着四周 长叹一声 舍不得走啊 白小纯摇头 再次琢磨最后一个人选时 忽然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远处 面色更是直接肃然 一股灵力之意 在他身上散出 锁定了一个方向 很快的 在他看去的方向 虚无扭曲 一个苗条的身影 无声无息地走出 快速靠近 没有在意白小纯身上的灵力 都是直接走到了白小纯的面前 相风扑面 来人正是陈漫摇 他穿着紧身的黑色衣裤 与那绝美的容颜融在一起 使得他整个人从内到外 在这月色下 散发出惊人的诱惑 尤其是他的秀发随风而动 还有那深邃中 似有一丝楚楚可怜的目光 更是将他女性的魅力 展现到了极致 干嘛这么凶狠地看着人家 陈漫摇轻声开口 声音带着软弱 更有一丝魅惑 让人听了后 会从腹部升起一团火 恨不能将他一把扑倒 狠狠揉立一番 白小纯皱起眉头 对于这陈漫摇 他知道 宗门与其背后的势力 达成了一些约定 所以 此女才可以安然地留在逆河宗 这警觉 你有何事 白小纯平静开口 没有事 就不能来找你吗 陈漫摇目中带着深情 更有一丝忧怨 一扫之下 发现白小纯这里 目光四跳了一下 顿时心中有些得意 正要继续时 突然地 她的身体猛的一将 看到了白小纯眉心 在这一刻 出现的第三幕 这紫色的第三幕 似带着某种惊人之力 在陈漫摇看去的刹那 她骇然地发现 自己居然失去了 对身体的操控 她的右手 竟不受控制地缓缓抬起 居然放在了衣衫上的卡扣上 在她的紧张与骇然中 解开了第一个扣子 使得紧紧包在内的汹涌 在这一刻 释放出了一些 好在解开第一个扣子后 白小纯眉心的第三幕 慢慢闭合 陈漫摇身体恢复正常 她呼吸急促 额头迷出冷汗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面色轻红变化 白某不是那种送上门 还不吃的人 再问你一遍 你有何事 白小纯望着陈漫摇 却模仿宋缺与人说话时的语气 不但微妙微笑 甚至更胜一筹 陈漫摇略为平复了下呼吸 不敢继续造次 退后几步 向着白小纯抱拳 深深一拜 还请少祖同意 将你最后一个名额 给我 不行 你走吧 白小纯断然拒绝 少祖听我一言 有我在身边 你可以随时沟通蛮荒 可以知晓你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情 除此之外 星空到集中内 还有一艘战舟 这艘战舟 可以通往蛮荒 只要你同意 我更可以将蛮荒内的一些秘密 与你分享 甚至星空到集中内 我的了解也很多 陈漫摇连忙劝说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纯袖子一甩 一股狂风横扫 直接将它卷起 就要扔出此地 白小纯 星空到集中内 有杜灵飞的线索 你带我去 我必定帮你找到这个线索 也只有我能做到 因为我 来自蛮荒 星空到集中内的案子 任我不认你 我以生命发誓 一定能帮你找到 陈漫摇急速开口 她话语传出后 狂风微微一顿 但很快就继续卷来 将它直接卷下逆河山 陈漫摇焦急 正不知如何时 她的耳边 传来白小纯冰冷的声音 两天后 逆河山大殿见 卷走了陈漫摇 白小纯默默地 坐在洞府废墟外 她抬头望着星空 如果不是陈漫摇 说起那个名字 白小纯以为自己 已经不会再去思索了 可当那个名字传来后 白小纯还是内心一色 她也分不清对杜灵飞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心态与情感 似乎 除了洛晨山外外 再也没有其他了 或许 我想要知晓的 也仅仅就是一个答案与真相 白小纯轻声喃喃 月光下 她的目中 慢慢流露出了回忆 第377章 天尊 时间缓缓流逝 很快的 当明月再次升起时 距离离开 只有这一晚了 五个名额 白小纯已经用掉 她此刻依旧对于去 陌生的星空到集中 患得患失 在白天的时候 她去找了宋君丸 与侯小妹告别 心里很难过 此刻盘膝时 在这一夜的三更十分 韩宗的身影 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边 她望着白小纯 倾壳一声 白小纯睁开双眼 看到了韩宗后叹了口气 拉耸着脸 没有理会 小纯 明天你就要走了 有些事情 老夫要对你交代一番 这是我与风神子 以及赤魂 还有丹西一脉共同的决定 韩宗不介意白小纯的无事 微微一笑 坐在了白小纯的身边 沧桑的声音 传入白小纯的耳中 老夫知道你修行的目的 是为了长生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想长生 也正是因此 才会更加努力地修炼 只不过 在这条长生路上 还存在了一些 比长生更重要的事情 你或许不是很明白 当有一天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或许你就懂了 修士这一生 寿元的增加 都是来自修为 筑基可增百年 结单可增五百年 可你知道吗 一旦成就原因 则至少增加千年寿元 你可以算算 你若是成为原因 你能活多久 韩宗看向白小纯 白小纯原本不想理会韩宗 哪怕他理解宗门 没有别的办法 可还是觉得郁闷 但偏偏韩宗说起的话题 是他最渴望 也是最执着的事情 此刻脑子里 不由地算了起来 算来算去 当白小纯发现自己 一旦成就原因后 至少可以活两千多年时 白小纯的呼吸急促了 双眼冒光 心跳加速 二千年 白小纯舔了舔嘴唇 他不算也就罢了 这么一算 粗重的呼吸 让他对于成就原因 一下子强烈了太多太多 这还只是正常状态 若是用了一些特殊的办法 配合灵药 你的寿元还可以增加数倍以上 只不过代价很大 虽不是限制了修为 可却固定了生命的尽头 此生与长生无望 如老夫 韩宗轻叹 看了白小纯一眼 白小纯深吸口气 抬头看向韩宗 很多吧 可你知道吗 修士一步步从宁气到筑基 又从筑基到结丹 再从结丹到原因 这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更是一条 不断有人被排斥出去的道路 一百个宁气里 能有一个筑基 算是多的 一百个筑基里 能有一个结丹 也都算是侥幸 而原因 我灵犀一脉 多少年来 算上死亡之人 一共才出现了不到十个原因修士 你说 原因有多呢 韩宗唏嘘 原因难 过程中存在了极大的风险 要么生死盗销 要么成就原因真人 即便是在中游 对于宗门而言 成就原因的几率 因基数的增加 所以高了一些 可对于个人来说 难度是一样的 白小纯沉默 此时他明白 原因难 就算自己是天道金丹 也只不过别其他人 多了一些把握而已 小纯 作为质子去星空道极宗 虽然会缺少一定的自由 不如在逆河宗内 那么自由自在 可实际上 这同样 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世良机 韩宗缓缓开口 向白小纯解释利弊 衡量一切 星空道极宗 毕竟是源头宗门 守护东脉通 天河全境 那里的灵气之浓 远非中游可比 各种功法神通 天地灵药 比比皆是 你完全可以借助 星空道极宗的力量 来让自己结音的可能 增加很多 韩宗声音也都大了一些 传入白小纯耳中时 白小纯心神震动 他听出了韩宗话语里的真诚 知道对方不会欺骗自己 也的的确确 在源头的星空道极宗内 自己成就源音的可能性 会更大一些 配合自己的天道筑基 那么他不说是时程 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 未来成就源音之境 如此一来 去星空道极宗 不但不是坏事 反倒对白小纯而言 是一场加速期修行的惊人造化 这么一想 白小纯内心的郁闷 也都散了很多 双眼的光芒 也都明亮起来 而一旦在星空道极宗内 成为源音修事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 星空道极宗的长老一回中 并且拥有一席的话语权 这样的话 你的身份就算是质子 又有什么关系 质子的身份在那个时候 不但不会成为你的阻碍 反倒会成为 你在长老一回中有力的后盾 而且 一旦你成为源音修事 对于我逆合宗来说 在关键时刻 你能给予更大的帮助 韩宗再次开口 声音回荡 将这一切为白小纯分析后 白小纯长叹一声 老左 我觉得你修行 真的是浪费了 你应该去当说课 白小纯憋嘴说道 韩宗哈哈一笑 拍了下白小纯的头 我还没说完 不要插嘴 小纯 成就原因 与助击以及结单一样 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最简单 可风险也最大 失败的几率一样极高 且有次数限制 每一次失败 都会损失受缘 那就是 原因单 韩宗神色肃然起来 白小纯也赶紧认真去听 关于成就原因的方法 宗门内没有记录 白小纯也是首次听说 这种方式算是下品了 只有一丝鸡帅最终晋升天人 也是最常见的 韩宗摇头 继续开口 而第二种方式 则需要 一枚五行天兽魂 所谓天兽魂 就是堪比天人境的凶兽 死亡后的魂 这种魂 每一个都自身 就具备全面的五行之力 所以只要 有一个五行天兽魂 就可以让修士踏入原因境 这种原因修士 势力极强 未来有一成可能 成就天人 白小纯内心一阵 牢牢地记住了 五行天兽魂这五个字 他没想到 成就原因 居然还需要 堪比天人之兽的魂来辅助 而第三种方式 说到这里 韩宗话语一顿 目中慢慢露出 强烈的光芒 甚至带着一丝 崇敬与疯狂 这样的神色 在他的身上极为少见 白小纯看了后 也紧张起来 最后一种方式 属于传说 已知的 整个通天世界 只有一个人做到了 这种方式 要求更为苛刻 需要的 五行天人魂 所谓天人魂 就是天人境的修士 死亡后的魂 且天人魂有个特性 五行不全 每个天人魂 只具备单一的 金木水火土 如此一来 想要成就这种 传说中的方式 需要具备的 是五个不同的天人魂 一旦做到 那么 成为原因的一刻 就是同镜中的无敌 韩宗话语一出 白小纯倒吸口气 五个天人魂 白小纯觉得 此事不可思议 他知道天人少见 整个中游修真界 如今只有三个而已 即便是加上 星空到集中 怕是都不超过十个 如此一来 想要成就五行天人魂 根本就是不可能 古往今来 存在过的天人 数量有限 所以任何一个天人死亡后 他的魂都是瑰宝 即便如此 以五行天人魂 踏入原因 也是近乎难以做到 所以才是传说 韩宗轻声开口 那方才老祖你说的 只有一个人做到过 此人是 白小纯深吸口气 忍不住问道 韩宗沉默片刻 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看天空后 口中说出了两个字 天尊 天尊 白小纯一愣 通天世界里 最强之修 统治四大宗门 常年居住在通天海中 通天岛上的 天尊 世人不可说其名 一旦说出名字 就会被其察觉 故而尊称他老人家为 天尊 韩宗轻声开口 传说中 他老人家 天道筑基 天道金丹 五行天人魂猿鹰 一路走在天道中 你与蛮荒有过接触 你应该可以 明误天尊的地位 第三百七十八丈 我会回来的 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 他响起了 陈漫窑背后的 蛮荒老者 说起的那些事情 此刻在脑海里 相互结合后 顿时明误过来 如果把四脉的 通天河所在之地 所有依靠通天河 繁衍出的宗门 比喻成为官府 那么这天尊 就是帝王 白小纯沉默 韩宗也沉默 伴赏之后 韩宗起身 右手抬起时 他的手中 多出了一枚青色的核桃 这核桃看起来 如玉石打造 在里面能看到 有一丝魂在沉睡 没有任何波动散出 甚至除非是肉眼去看 若是以神识去观察 则根本就看不到丝毫 白小纯一愣 这是 核桃又抬头看向白小纯 目中露出期待 更有一丝强烈的神采 小纯 你为我逆河宗的付出 太多太多了 逆河宗能有你 是逆河宗的幸运 可是逆河宗太小 无法给你更多的帮助 老夫与其他脊脉 道有商议后 将这整个逆河宗 唯一的一份天人魂 送给你 韩宗声音平缓 可传入白小纯耳中时 如同天雷 让白小纯内心轰鸣 天人魂 白小纯呼吸急促 睁大了眼 在韩宗没有说出 五行天人魂的罕见时 白小纯不觉得 此物价值有多大 可眼下 知晓了一切后 他的内心掀起了大浪 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 这一缕天人魂 是整个逆河宗内 唯一之物 甚至放眼中 游修真界 怕是 也都找不出第二个 毕竟 天人魂 不是中游宗门 可以具备的 也唯有灵溪一脉 曾经是寒门 才有可能残留一份 这 白小纯第一次 面对如此重宝 却不敢伸手去拿 此物的价值 实在太惊人了 本也是要给你的 只不过这一次提前给你罢了 不要有压力 五行天人魂原因 毕竟是传说 你可以将其看成是方向 一旦做不到 这一份天人目魂 可以在星空道集宗内 换取一份完整的 五行天兽魂 总之 你结阴之事 我们早就 为你铺好了道路 韩宗慈祥的笑道 白小纯身体颤抖 深吸几口气后 他望着韩宗 沉默半上 深深一拜 多谢老祖 好了 该说的都和你说了 清晨时 老夫几人 在逆河山大殿送你们 韩宗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 带着鼓励与期待 转身离去 月光下 他的背影看起来 有些一些苍老 白小纯拿着手中的天人魂 将其放在了锄带内 他的心中不平静 对于宗门 对于这里的一切 在不舍的同时 也有深深的感动 很快的 清晨到来 当第一缕阳光 从云海洒遍大地时 整个逆河宗内 青山绿水 一片安宁 阵阵灵气若隐若现 将逆河宗勾勒得 如同仙境 白小纯目中露出坚定 整理了衣着 向着山顶大殿走去 与此同时 徐宝才 神算子二人 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纷纷鼓起勇气飞出 直奔逆河山 张大胖很是振奋 剑步如飞 还有陈漫瑶 也是在这清晨中 化作一道长红而去 血腻一脉的 一处洞府内 此刻有轰鸣传出 宋缺一脸铁青地走出 他握着拳头 咬牙切齿 可却没有办法 只能飞向逆河山 除了这几人外 逆河宗的修士 也都陆续地出现 他们在这几天 也都知道了 关于质子的事情 若非是宗门禁止 他们去打扰白小纯 怕是这几天 白小纯都很难有休息的时候 此刻整个逆河宗的修士 都出动 他们无法在这三天 去打扰白小纯 可他们在这一刻 想要去送别 宋君丸与侯小妹 也在人群中 相互都带着不舍与难过 直奔逆河山 当白小纯到了逆河山大殿时 立刻就看到 韩宗等所有原因修士 此刻都已在那里等候 而且除了他们外 白小纯也不是 第一个到来的弟子 公孙瓦 找了白小纯一步 此刻正站在那里 看到了白小纯后 他微微一笑 目中露出神采 对于公孙瓦也是质子 白小纯之前就知道了 不过对于公孙瓦 白小纯不知为何 总是在心底有些怪怪的 此刻勉强一笑后 来到了公孙瓦身边 发现公孙瓦 居然没有带护道者 而是独自一人 你的护道者呢 白小纯诧异地问道 我不需要啊 公孙瓦笑了笑 白小纯眨眨眨眼 正要继续说话时 神算子与徐宝财等人 陆续到来 还有张大胖 陈漫瑶 都在来临后 到了白小纯的身边 最后一个出现的 是面色铁青的宋缺 他阴沉着脸 迈着大步走来 闷哼一声 站在神算子的身边 生着闷气 而逆和宗的修士 此刻也都出现在了外围 遥望这里 目中带着不舍与宋别 白小纯看到了 人群内的宋君丸与侯小妹 还有侯云飞 黑三胖 以及所有熟悉的面孔 忍不住又难过了 他觉得自己的命好苦 这一生 总是遇到这样的离别 当年在村子是这样 灵溪宗时还是这样 如今到了逆和宗 又是这样 就在白小纯琢磨着 自己需要不需要 如以往那般 去向着众人表达 一些自己的难舍之情时 突然的 一股惊人的威压 从大殿内传出 关闭的大殿之门 此刻无声无息地开启 红袍童子 背着手 从大殿内走出 他的身影矮小 可偏偏给人的感觉 仿佛与天地其高 这中间的错觉 全部来自他身上 那惊天动地的气势 天人静的威压 在这一刻 让整个逆和宗 都为之肃敬 童子目光 扫过白小纯 与公孙瓦 微微点头 人齐了 走吧 他一直远处苍穹 顿时远处的苍穹轰鸣 竟直接碎裂 一双大手 从虚物中伸出 狠狠一丝 咔嚓一声 直接将苍穹 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 一个足有万丈之高的巨人 从那缺口内钻了出来 站在天地间 其身影之高 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到吸口气 粗壮的肉身 野蛮的气息 旺盛的气血 这一切 都使得这巨人 虽没有血足威武 可依旧是撼动苍穹大帝 他站在年来 似乎山峰与其比较 都成为了玩偶一样 可以被他一脚踏碎 随着出现 整个逆和宗内 所有人都到吸口气 白小纯同样眼睛都直了 尤其是这巨人 在出现后 先是仰天嘶吼 而后低头时 身体竟向着逆和山的方向 直接跪拜下来 主人 其身翁鸣 震耳欲聋 回荡八方 在逆和宗中人心神震动 白小纯这里也都吸气时 童子袖子一甩 顿时白小纯等人 眼前全部一花 更有一股身体的撕裂感 瞬间浮现 好在刹那就消失 当他们眼前清晰时 逆和山竟出现在了他们的墓中 而他们的身体 此刻早已离开了逆和山 而是站在那巨人的 头顶 这种不需要任何阵法 甩袖就可带人挪移的手段 原因也能做到 可却难以如此轻松 对于这童子而言 此事简单地如同呼吸 白小纯再一次被天人所振动 尤其是这巨人头顶的一根根发丝 如同大树 这整个头顶 在白小纯眼中 仿佛成为了一小片密密麻麻的丛林 徐宝才尖叫 张大胖面色煞白 神蒜子身体颤抖 就连宋缺也都呼吸急促 陈漫瑶也好不到哪里去 唯独公孙瓦 似乎没有太多的神色变化 白小纯身为金丹修士 此刻虽面色苍白 可站在那里却很稳 目光落在远处的逆河宗时 他忽然大喊一声 我走了 我会回来的 童子看了白小纯一眼 微微一笑 盘膝坐在一根头发上 双目闭合的瞬间 这巨人猛地站起了身体 大吼一声 一跃之下 竟直接踏入虚无内 消失无影 在逆河宗众人的目中 只留下横扫了大半的苍穹的波纹 如连一般 向着四周不断回荡 小纯 第379章 星空到极宗 中游通天河的上方 那条真正的东脉通天河 浩瀚无比 何宽看不到尽头所在 这里的范围极大 即便是整个中游 修真借家在一起 也都远远不如 若顺着此河追溯源头 则是江海交汇之口 在这交汇口的位置 存在了一条与通天河同宽的庞大的 无法形容的惊天瀑布 这瀑布之高 堪比巨山 瀑布之宽 同样看不到尽头所在 飞流直下 落入下方轰击之鱼 也形成了东脉通天河 可以想象 在那瀑布上 就是通天海 此地的灵气之浓 难以形容 中游修真借的灵气 根本就无法比较 而星空到极宗 也正是江崎山门 屹立在了这里 并非屹立大地 而是在这瀑布落下 无时无刻不升腾的水汽中 存在了七条庞大的彩虹 这七条彩虹分为三层 第一层最高的位置 只有一条彩虹 旗下第二层 则是左右两条 最终的第三层 则是四条并列 因瀑布太大 故而这彩虹一样磅礴 而星空到极宗 赫然就是存在于 这七条彩虹上 远远一看 能看到无数身影飞舞穿梭 将整个星空到极宗 衬托得无比非凡 而这 也仅仅是星空到极宗的一部分 在那彩虹之后 在那瀑布之上 能若隐若现地看到 那里停靠着一艘 庞大的古老占舟 这占舟漆黑 散发沧桑与神秘的气息 更有森森寒意 可以看到似乎有幽影 在内若隐若现 仿佛底蕴所在 而于这瀑布的下方 在东脉通天河的两岸 赫然还存在了四个 超级城池 任何一座城池 其规模都超过了中流的宗门 足以容纳数千万人居住 其惊人的程度 让人看了后 会觉得心神震撼 这 就是星空到极宗 瀑布下 四大城池 瀑布上 七道彩虹 瀑布后 通天海 此刻 在星空到极宗的远处虚无内 那巨人的身影一跃而出 白小纯在巨人头顶 遥望眼前星空到极宗 他的吸气之声极为明显 他的心神轰鸣 被星空到极宗的磅礴所震撼 不仅如此 更是在靠近这里时 白小纯立刻就感受到了 四周的灵气之浓 甚至有种粘稠之感 因灵力太浓 以至于它很不适应 不但是白小纯震撼 其他人也都不断地吸气 这是怎么做到的 彩虹是虚幻之物 可星空到极宗居然修建在彩虹上 神算子一脸不可思议 彩虹的确是虚幻之物 可有半神镜的绝世强者在 自然可以让虚幻之物 成为近乎永恒存在 陈漫瑶深吸口气 在一旁低声解释 而且 这七条彩虹 里面有森然的等级划分 从下道上 分别是星空到极人的天 你们看到的最高的那一道彩虹 就是天 下方两座 则是地语人 第三层的四条彩虹 才是星空到极 我们来自逆河宗 实际上也算空和苑 也就是说 第三层的第二条彩虹 才是我们最终的去处 陈漫瑶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都说了出来 白小纯听在耳中 这才对星空到极宗有了了解 至于下方的这四座 超级庞大的城池 这里实际上 也仅仅是星空到极宗的外门而已 星空到极宗的内部划分 与我们所了解的宗门等级不一样 陈漫瑶继续说道 就连公孙瓦 也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认真聆听 小女娃知道的不少 童子睁开双眼 看了陈漫瑶一眼 前辈莫怪 陈漫瑶面色一变 他摸不清天人老怪的脾气 此刻紧张 赶紧拜见 无妨 不管你怎么知道的 也省了老夫对你们介绍 你们听好了 我星空到极宗的内部划分 的确与其他宗门不一样 也不需要一样 星空到极宗 没有外门内门核心传承之分 有的只是赤橙黄绿青篮子 这七种颜色的划分 无论是谁 来到我星空到极宗 只要是原因以下 那么就需要从赤袍弟子做起 这里不堪修为 只看贡献点 贡献点够了 就可以晋升 出来者 没有资格入住彩虹 唯有成为黄衣弟子 才可飞升彩虹 离开大地 童子淡淡开口时 他身下的巨人 一脉步中 带着众人 靠近了星空到极宗 瀑布下的通天河左岸 第二座城池前 好了 这里是空城 也是你们需要去的地方 此后如何 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 这枚玉剪你拿好 进入城池后 自然有人为你们安排备注 童子站起身 扔给白小纯一枚玉剪后 袖子一甩 顿时一股大力散开 推动白小纯等人 飞出巨人头顶后 这巨人大吼一声 身体跃起 在半空撕开一道裂缝 钻入进去消失不见 而那童子 一步之下消失 出现时 已在了第二层的彩虹之上 直至童子离去 白小纯这才深吸口气 望着眼前这磅礴的城池 可以看到里面人山人海 抬头时 他看着那惊人的瀑布 以及瀑布上的彩虹 白小纯的呼吸 渐渐平稳 这里太大了 大得让白小纯那种陌生之感 强烈无比 尤其是此刻 众人孤零零地站在城池外 那种在异乡的感觉 不断地浮现在心底 四大城池 分别是新城 空城 道城 以及集城 在这里 不能小看任何一人 有不少修士 本身修为强悍 可却因贡献点不够 故而停留在城一 弟子之中 唯有近升黄一 才可飞升彩虹 星空道集中 原因之下 皆为弟子 不分修为 只看颜色 就是星空道集中 名传八方的 七色弟子 陈漫瑶望着前方的城池 轻舒口气 继续介绍 有他在 白小纯等人 对于星空道集中 总算不是一头雾水 此刻慢慢也清晰起来 天空上的第一层与第二层彩虹 需要什么资格才能居住 公孙瓦在一旁 忽然问道 陈漫瑶对公孙瓦极为忌惮 此刻文言 没有隐瞒 如实道出 第一层彩虹 又称为天彩虹 那里是星空道集中 唯一的一位半神老祖居住之地 至于下方的左地右人 其中地彩虹 则是天人镜所在 人彩虹是星空道集中掌门之处 也是诸多试炼修行之地 最可怕的 是瀑布后通天海上的那艘古老的湛舟 这样的湛舟 四大源头宗门 各有一艘 是通天海送出 神秘莫测 威力无穷 陈漫瑶说到这里 看了眼白小淳 没有说出关于蛮荒的事情 此事只有他与白小淳知晓 白小淳若有所思时 公孙瓦微微一笑 也没多问 走吧 既然来了这里 就先安顿下来吧 白小淳深吸口气 看向身边众人 随后向着城池走去 一行欺人 很快就到了城门 刚一靠近 立刻有一股无形的波纹散开 笼罩七人后 白小淳拿着的那枚童子 给予的预见 立刻散出明亮的光芒 在这光芒闪耀后 七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立刻四周就出现了传颂之力 刹那间 他们的身影消失 出现时 已在了这城池中心的 一处雄伟的大殿中 刚一出现 他们还没等看清周围 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他们四周回荡 质子白小淳 质子公孙瓦 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牌 还有赤衣道袍 至于你们的护道者的身份 以及所需之物 也都在内 从此之后 你们就是 我星空到极宗之休 声音传出时 有两个储物袋 在四周凭空出现 直奔白小淳与公孙瓦 被他们拿住后 来不及去细看 一股大力轰然推动 直接将六人卷出大殿 出现时 已在了大殿外 街头上 四周行人来来往往 看到白小淳等人后 倒也没觉得意外 似乎这样的事情 已经见惯不怪了 白小淳茫然 徐宝财与张大胖 被这连续的传送 弄得面色苍白 宋缺与神算子还好一些 陈漫瑶肆以习惯 倒也无碍 只是星空到极宗 这种冰冷的态度 以及方式 让他们很不适应 我是质子 白小淳深吸口气 有些不满 向着大殿吼了一声 第三百八十章 我饿了 白小淳的吼声 没有引起大殿内的任何回音 神算子等人面面相去时 白小淳觉得非常不满 他认为自己是质子 这么重要的身份 就应该有质子的待遇 你们说是不是 我是质子啊 白小淳生气地问向张大胖 张大胖嗨嗨一声 左顾右盼 没有说话 罢了罢了 此事本质子忍了 你们说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白小淳叹了口气 看向神算子 那个 我觉得 我们应该先熟悉一下这里 再做定夺也好 神算子小心翼翼地开口 徐宝财与张大胖身以为然 陈漫瑶没说话 公孙瓦儿倾笑不语 至于宋缺 此刻他依旧铁青着脸 一副谁也不愿理会的模样 白小淳看了看这些人 有些头痛 他隐隐有些后悔 带人来了 此刻没办法 只能按照神算子的说法 众人走在街头 于这城池内 溜达起来 走着走着 白小淳就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 他的稀奇声 惊呼声 时而传出 不但是他如此 其他几人也都差不多 被这城池的一切所震撼 这里毕竟是东脉通天河的源头所在 整个城池内居住之人无数 有太多星空道集中的弟子 同时也有很多都是 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之人 只不过这里的人 都很奇怪 白小淳一路上发现 居然没有一个胖子 绝大多数都是干瘦 甚至还有一些都瘦的皮包骨 而且 此地之人都是来去匆匆 似不愿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而且修为都很怪异 仿佛不露出一丝一毫在外 若非白小淳是金丹修士 可以看出他们端倪 怕是同镜之修 相互观察下 都会有种如看凡人之感 压下心中的好奇 白小淳发现在这里 可以买到几乎所有之物 甚至白小淳都看到有卖领宝的 至于丹药之多 更是五花八门 各种法宝 点击 比比皆是 还有一种称之为零食的食物存在 有的是天才地宝 有的是凶兽血肉 种类很多 价格更是贵得离谱 偏偏一路上 白小淳等人看到好多修士 哪怕咬牙 也都去买 种种一切 使得这城池繁华的程度 是白小淳此生首剑 其他几人也都如此 全部在这溜达中 慢慢被四周的一切所吸引 只是 这里的物价实在太高了 好在白小淳来此地前 逆河宗 曾为他准备了不菲的零食 作为花费之用 可就算是这样 白小淳估算了一下 发现自己在这里 也很难买到一些眼馋之物 而更是让白小淳等人不可思议的 是他们只是 溜达了几个时辰 居然不约而同地 感受到了饥饿 这一现象 顿时让众人倒吸口气 一个个睁大了眼 对于他们来说 自从注击之后 就已闭骨 而且 此地灵气之浓 根本就不需要食物 吞吐灵气就足矣 可眼下 这种久违的饥饿感 却是越来越强烈 怎么回事 我 我饿了 白小淳摸着肚子 诧异地看向陈漫瑶 陈漫瑶也是一愣 他想了想后 取出一枚预解 似在与人沟通问询 半晌后 他神色惊异地抬起头 看向众人时 迟疑了一下 你们 有没有察觉 这么一会 我们的修为 似乎精进了一点 他这么一开口 众人立刻查看 的确是修为增加了一点 只不过很少 众人又被四周的繁华吸引 所以没去关注 那就对了 因此地 太过靠近通天海 这里的灵气太浓郁了 以至于灵气侵入 乱了五脏 使得不但修行 速度暴增 与此同时 消耗也一样暴增 所以 我们才感受到了饥饿 这说明 我们的消耗 已经无法满足修行 也就难以避谷了 陈漫瑶解释时 白小春的肚子 发出了干扁的咕咕之声 白小春面色一变 他这一辈子 最害怕的 除了死就是饿了 当年在香云山时 修炼不死长生公 他差点被饿死 后来住鸡 就再没觉得鸡饿过 可眼下 这种感觉的浮现 让他的身体一颤 而且 我刚才问了一下 熟人 得到的答案是 在这城池内 我们每天都需要 吃下大量的食物 来补充消耗 而且必须是零食才可 陈漫瑶苦笑道 那 那始终都要不断地吃 张大胖紧张起来 他与白小春一样 对于饥饿 都有隐隐 除非是成为黄袍弟子 进入彩虹上 才会有彩虹之气 辅助吸收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陈漫瑶叹了口气 眉头皱起 他也感受到了饥饿 公孙娃 在一旁摸了摸肚子 舔着嘴唇 轻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吃东西了 我们以后再见 他说着 向着众人一挥手 走入人群内 消失不见 少族 怎么办 我也饿了 神算子眼巴巴地 看着白小春 徐宝才也是如此 甚至就连宋缺 此刻哪怕铁青着脸 也都忍不住 看向白小春 仙人人 我觉得 我们还是先找到住的地方 再考虑吃饭的事 白小春有些发愁 摸了摸口袋后 咬牙道 神算子等人 也觉得有道理 从各自的储物袋内 拿出了一些丹药吞下 勉强化解了饥饿感后 与白小春一起 在这城池内寻找居所 很快的 他们就找到了星空道集宗 安排宗门弟子的洞府之处 在这里 白小春得知 所有的洞府都需去租 并非买卖后 又看了眼租金 顿时到吸口气 这 这也太贵了 负责此地的修士 是一位成衣弟子 他冷眼看了看白小春 没说话 似乎懒得去理会 这里居住的地方 价格之高 匪夷所思 其中能居住洞府者 非富极贵 普通人想都别想 只能去选择邻宅 而邻宅的价格 也是极高 无奈之下 白小春等人商议一番 最终咬牙 租下了最便宜的一处邻宅 拿到了邻宅的令牌后 众人找到邻宅时 天色已晚 这邻宅在东城 很是简陋 白小春觉得 比自己 在村子里的房屋都要简陋 此刻欲哭无泪 这么一个地方 租下半年的费用 就花了宗门给他的一半的零食 此刻折腾了一天的时间 再加上饥饿感的不断加强 到了眼下 众人都饿得肚子不断叫唤 白小春叹了口气 将装着零食的储物袋 扔给了神蒜子 让他去买点零食回来 神蒜子立刻振奋 一把接过储物袋 化作一道长虹急速飞出 很快回来时 买回了不少零食 众人各自分了一些 在那里默默地吃着 各有心事 白小春吃着吃着 对于逆河宗的思念 也更多了起来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白小春首次 是被饥饿打断了吐纳 他睁开眼时 看到的是宋缺等人 各自明显瘦了一些的模样 该死的 这里太邪门了 这么下去 怎么办啊 白小春觉得 此事有些恐怖 此刻他饿得眼睛 都有点花了 赶紧拿出零食 让神蒜子去买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这四天里 众人都陆续地出去过 回来后 一个个都皱着眉头盘膝坐下 似乎不愿浪费 一丝一毫的力气 可就算是这样 包括白小春在内 每个人的身体 都明显地销瘦下来 尤其是徐宝才 几乎都快要皮包骨了 这还不算什么 最恐怖的是白小春发现 储物袋的零食 已经都快要空了 最多再坚持两天 而且他个人的储物袋内 也都贴不进去九成之多 如今所剩无几 你们想想办法 这样不行 你们是我的护道者 你们要去赚钱养我了 白小春觉得 此事很重要 对众人语重心长地说道 他话语刚说完 宋缺忽然站了起来 目中露出果断 更有一丝疯狂 这目光让白小春有些奇怪 正要问询时 宋缺硬邦邦地开口 我受够了 白小春 我受够了 什么护道者 我不当了 我宋缺自己解决 自身的生存问题 从此你是你 我是我 不就是贡献点吗 我宋缺在 血溪宗不如你 在逆河宗不如你 在这里 我一定能凭着自身之力 成为黄衣弟子 飞升彩虹 宋缺咬牙 怒吼一番 白小春一瞪眼 正要说话时 神算子也站了起来